In the shadows, life is just a game But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I cannot try In the German whip, counting on my guap All black, from head to toe You can't see me, inside the club 先等着你来啦 开始 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我们思念要在一起 像是谁如今 Hello,大家好,我是连龙青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出国 获得种草测评视频了 所以今天呢,我带来的就是卡兹兰 卡兹兰呢,是我比较早就认识的国货彩妆品牌 在我很小的时候,青少年时期的时候 它就风靡了整个中国 最近呢,我看网络上呢 对于这个卡兹兰的林芝粉底液的这个风 还比较大 它家的产品线呢,非常非常多 我七七八八都用的差不多了 今天呢,我就选了它家的两个产品 一个是林芝粉底液和这个 甜吻唇釉 甜吻唇釉 一共有三个色号 然后甜吻唇釉 我手里面有两个色号 这个产品就是性价比比较高 然后呢,我使用超过已经五次以上了 所以我觉得可以种草给大家 而这个唇釉呢,我还没有用过的 今天给大家开箱测评 来玩一玩 卡兹兰它家呢,有好几款粉底液 它家还有其他款的粉底液 这个林芝款呢,有适合干皮的背润版 还有适合混皮的断光版 而我今天使用到的就是这个混合皮的断光版 我现在的皮肤状况呢,就是还是比较好的 大家可以看着晶晶 我的皮肤从半年前的敏感和痘疾 变成了现在的正常的一个混合性皮肤 还蛮不错的 我现在的面部也不太爱启豆了 局部有一点点痘印和瑕疵 大家也看得到,就是局部 然后呢,面部的这一块属于干皮 T区还有我的山跟眼角处 这里长时间的话会泛油 所以我选择了这一款混合皮的断光版 之所以叫它林芝粉底液 是因为它里面富含了林芝的养肤精华 有抗过敏,维稳,修护,还有滋养的一些功效 所以也适合敏感皮和痘疾 还添加了一些鸡血草的成分 化妆品呢,不能说完完全全的不伤害我们的皮肤 但是呢,添加了一些养肤的成分 包括这些什么鸡血草啊,林芝啊 它可以很大程度的缓解一些化妆品对皮肤的压力 做到伤害最少养肤型的粉底液 我前面讲的这一大段是不是特别的好 鼓掌 我手里面有三个色号 一个01号粉桃色 02号象牙色 03号柔沙色 我用的是柔沙色 因为我是一个亚洲黄皮 几黄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个黄皮 相当于一个男生的健康肤色 但不到小麦色那么深 这个03款的柔沙色 其实在我脸上有点泛白 但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好像他们后面还会出比较暗一点的深一点的色号 我用的这个03色号柔沙色 如果是健康小麦肤色的男生就算了 但是女生的正常肤色是可以的 它虽然在我的脸上有一点泛白 但是我能操作好 我修个容什么之类的 其实也还好 所以说卡兹兰 请你赶快出一些深色的色号 这是三个色号 01号色 02号色 03号色 我适合 三号色 我其实面部已经做了日常的一些保湿工作 然后现在我用一下03号色 来上半张脸给大家看看它的效果 它的流动性其实非常好 非常的水润 然后是比较容易 水润就好 我选择用美妆蛋上这个粉底液 少量多次的上 先点在我们的皮肤上 把它静音的点开 然后剪了个头发 你们有没有发现 用美妆的拍开 你看它非常容易的推开 因为它足够的水润 3号有一点点白 但其实还好 看到这个对比了吗 然后非常有光泽感 这是铺了一层 然后再铺第二层 再在鼻子 如果皮肤就是状况比较好的话 其实铺一层 像我刚刚一层就行了 我再铺一层给大家看看效果 少量多次的话 也不会显得厚重 整个妆管是非常的棒 看它的效果了没 冬天或者春天这种换季的时候 非常适合这种粉底液 因为我最近皮肤变好了 所以就不想再回到以前一样的 用太过于厚重的这种粉底液来遮瑕 因为懒以前你知道吧 不可能一点一点来遮 就是搞一瓶 就是比较浓稠一点的粉底液 然后一次性遮瑕和粉底全搞定 对吧 看现在皮肤变好了 我就可以用用这种养肤型的粉底液 如果你是有轻度瑕疵的话 你看我这边瑕疵还是有的 还是看得出来 铺个两层就可以了 如果你皮肤状态比较好的 一层就可以了 好这边铺一层 今天的光打的真好 没有什么色差 我就很开心 你看我刚下一次只是一层的效果 一层其实已经够了 再铺一层吧 尽量使它变成一个无瑕的效果 然后它的遮盖力算中的 非常滋润 滋润度很好 然后延展性也很好 然后妆感也是非常的透 非常的自然 完全不厚重 OK看到了吗 对吧 脖子上带一点 脸和脖子就没有什么色差了 这是粉底液上全脸的效果 然后还没有做定妆 整个皮肤是非常透亮的 如果你是个干皮的话 其实也可以使用这一款 粉底液 接下来我们就定妆 定妆我就用卡兹兰的清透池妆蜜粉饼 这个是02号柔肤色 就拿了个02号给我 你看这有多白 hello 但是我已经用过三四次了 它里面是有一个小堆粉铺的 这款粉饼你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它这里其实可以抠起来的 如果抠不起来的话 它就是压太紧了 把这个盖子往后倒一下 稍微的搬一下 小tips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粉饼取出来了 是有点白 因为前几次为了测评这款粉底液的效果 所以我都是使用了它家的这个粉饼 可能白就是因为这个粉饼太白了 打个净净吧 这个蜜粉也是比较轻薄 颗粒非常的小 非常的细 OK左右脸的对比 好这边我就不做了 没有那么多时间 搞这个定这个妆 我就直接拿个大刷子来商量好 看你个人喜欢 你用粉铺也可以 用刷子上也可以 我这个人就喜欢粉底是哑光的状态 只是局部打高光就可以了 大家请看可不可以 可以的嘛 是不是有种草的嘛 有的嘛 哎呀赶紧去看一看 OK粉底液的遮瑕度中等 如果你是一个皮肤很好的一个状态的话 你一层就够了 轻轻一层的非常轻通 如果你是一个稍微有瑕疵的一个瑕疵皮的话 两层少次多亮的地妆的方法去上这个粉底液 整体的肤感是非常服贴 轻薄轻透的一个gans 因为这款粉底液呢我已经测试过好几次了 4到5次了 每次的测试的时长差不多3到6个小时 我不敢用24小时的测试啊 所以今天呢我就不在视频里面跟大家测试 因为这款粉底液我已经用过很多次了 所以我拿来种草给大家 它在我脸上的没有明显的卡文情况 我每次测试的时候差不多带妆三四个小时的时候 我的T区会稍微的浮粉 浮粉是因为我的面部出油 我的T区和眼角喜欢出油 其实拿粉饼压一下就没什么大问题 整体使用呢 从它的妆效、持妆度、遮瑕度 以及它的质感、肤感来说呢 都是一款非常好的一款粉底液 我持妆几个小时下来 我的妆容整体还是非常的服贴的 也没有出现任何的氧化情况 所以呢这款粉底液呢 非常适合大家入手去试一试 别的款我不知道啊 这款非常好 接下来呢就是眉布 眉布呢我会用到它家的这支眉笔 这个眉笔是敦煌博物馆联名系列的精细微苗眉笔 这款眉笔呢也比较适合仲草给大家 我用过好几次了 这款眉笔69块钱 它的笔头呢非常的细 看到吗 然后整个料体非常的丝滑 非常好的着色 但是我没有测试过它会不会容易脱妆 就是蛮好的一款眉笔 这个眉笔69块钱 其实也蛮适合大家仲草给大家的 我手里面两只我都已经留下来了 其实我有时候测评很多牌子的东西 就是好用的我就留下来抱用的 我就 放着 OK nice 我用的这个色号是BR03自然棕色号 整体是这个样子的 非常的有中国发的一颗红色 因为这是一支定制视频 接下来呢我就会在镜头外面去修容和完成我的眼妆 待会儿见 现在呢我已经完成了我的眉布 因为我等一下可能会戴假发 所以我用了一个浅色的染眉膏 稍微染了一下眉毛 然后呢眼妆已经完成 眉通影带上 接下来呢就开箱测评一下 来自卡兹兰的天吻唇釉容物系列 私容的容 雾面的雾 容物系列 然后有两个色号 一个色号是AM19号色 一个是AM21号色 这两个颜色都是我会喜欢的颜色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吧 抹纱的管身 然后呢唇釉的管头 这个地方是丝绒的 质感非常的好 然后呢我们先来试一下这个AM19号色 第一次使用唇釉的时候 稍微的这样子抽插一下 甜甜的 甜香的 淡淡的 好闻的味道 我就试在掌心给大家看 是那种丝绒纱制的 肉眼看上去聊天还挺好的 然后下一个是AM21 这个颜色好看 刷头也比较软 雾面丝绒的唇釉 应该是不会干的那种 我先上第一颗颜色 AM19号色 稍微的上唇给大家看一看 很温柔的颜色 很薄 这是薄涂的效果 然后再叠加一层厚涂一下 可薄涂可厚涂的唇釉 就是第一笔上上去颜色不会 No的10 就是扒在你的嘴上 所以看你所需 你是需要薄涂还是厚涂 薄涂的话颜色稍微的肉一点 能透出你的本来的唇色 厚涂两层的话 应该是这个效果 我这个相机 净哩喀啦的 真的是 狠死了 对焦 老是有净哩喀啦的声音 很温柔的一颗颜色 这个颜色适合所有的女生 它就是四种的 可以直接擦掉的那种 让它待一会儿 然后完全不拔干 非常的轻薄 没有附着感 你看 但是我对下一颗颜色 更加感兴趣 这一颗 我最近都喜欢这种色调的唇釉 我们来试一下 AM21 试一下粘杯情况 还好 其实还好 你看 这 还好 一点点 你又不是去咬杯子 就是还好 它只是稍微有点 感觉油油的东西下来 没有把你的唇色 就是你上的唇 又的唇色 直接全部带下来 然后它不黏 你看 我已经擦拭成这个样子了 我拿干的纸 已经擦拭成这个样子 其实也还好 如果你是土的话 一整天出去的话 我没有过分的 去搞它的话 它的颜色不会完全消失 好 试一下下一颗 稍微的盖一下 AM21 这颗颜色就好看了 这个颜色就好看了 包涂一层 料体非常的滑 非常的滑 这个颜色好看 这个颜色就稍微稳重一点 刚刚那个是少女 这个是玉姐 厚涂的效果好看 我喜欢厚涂的效果 嘟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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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好看好看 这唇柚呢 属于这二八颈的这个丝绒质地 然后它的料体非常的丝滑 上唇以后呢 这个铺碎比较均匀啊 它的刷头也非常的柔软 不管是薄涂还是厚涂 它的显色度都非常的高 然后没有任何的丝拉感 复着感 是一款蛮好的一款 标标准准的丝绒唇柚 然后在我嘴上已经呆了差不多 五六分钟 七八分钟吧 其实还好啊 因为它是不会干的丝绒质地的 所以这个战杯情况的话 还好 不会完全把你的这个唇柚带下来 好 接下来呢 我去带我的 觉得今天有必要带假发 再配实换衣服 还是就这样 我觉得这样蛮好看的 如果是大家对这两个产品感兴趣的话 可以试一试 这个甜吻唇釉的现在的到手价是69块钱一只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把这个色号搞定 AM21这个色号69块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到此结束 see you next time 说不戴假发呢 结果又把假发子给戴上了 戴了个便宜假发子 我一直都觉得我不适合这种甜美表的这种装扮 但是我又想显得自己年轻就怪物 你们觉得呢 好了尽量以后少尝试这种甜美刮的 sorry 我们就 flew然后再Set 我们继续到了 铁锜 A